新闻 哇哇哇 挖掘新聞人物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洪怡 我是一美人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哇哇哇哇 我禮拜一跟我女兒很不愉快 接下來是許長的老師 我太太跟我女兒每天都不愉快 再來一位是陳安怡老師 我女兒最近抱怨我不夠關心她 再來是王瑞德先生 我上輩子的情年有三年 一年跟我講不到三句話 最近又好一點 哇塞 還有一位是良性專家 嚴閉欣小姐 我天天都跟我女兒激進全五行 我們登辦好了好不好 怎麼會是秘勇咧 怎麼會這麼難溝通 對啊好難搞 但是因為我女兒 我女兒不希望我在節目 講她的事情 對 我們也都不希望 沒有我女兒都不准我去 她需要岩漿 她說你給我 她說你給我來看看 可是我真的氣到那天 你知道我從來都不喝冰咖啡的人 喔 氣到喝冰咖啡 喝冰咖啡 我喝冰咖啡一定是火已經到一種 這個 消火 我沒辦法 我那天沒喝冰 都麻煩 沒錢沒錢 拜祭去吃飯 台灣大家沒事情做 我一位在家裡會完結 你不會先找出門嗎 對啊 對啊 生活沒有重心 不是真的 反正就是小小事情 我就不多說了 但是我氣到我喝冰咖啡 OK 今天講了回去又要喝冰咖啡了 不就開頭門啦 剪頭髮 對啦 她不要剪頭髮 對啦 在這個青少年階段 頭髮是他們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東西 絕對不能碰她的 我告訴你她重要的東西多了 電腦電視電話也都是他們的命 你知道嗎 有的時候我就說 你好像可以不要婦不要母 可是不能沒有你的手機 我們家女兒是可以不要看電影 可以不要出門 她的頭髮每天一定要洗 只要沒有辦法當天洗頭 時間到了她就要回家 我們可以一群人出去看電影 然後九點半 我就說 我不要看了我要回家 電影也要一半了 還要回家 這麼愛乾淨 為什麼要抱怨 不是不是 我跟你講 不是 你過於不及都不好啊 沒有 真的可以抱怨 我太太就常為我 女兒那個弄頭髮很生氣 因為她動作已經很慢了 而且花的時間就會很長嘛 對不對 然後再加上我女兒是那種自然捲 就是每天洗還要每天把它弄汁 就弄了要一個多小時對不對 那讀書神就又壓縮了 我太太非常生氣 就是如何每天帶家房 你知道我們家是那個 每天要捶兩桌在這邊的那種 就是怎麼樣就要捶兩桌 以前啊 然後我婆婆每一個人都念 每一個人都念 那我是已經訓練到 我是完全不看 沒關係 妳都不要整理頭髮也沒關係 長頭髮啊 女生 掉頭髮啊 那個整個浴室 對 掉滿地 是妳捏狂嗎 念到不行 對 就一弄完 就什麼都丟在那邊就跑了 而且簽都是妳在簽 是不是妳捏狂嗎 妳不會捏狂嗎 我不會 又不是我在簽 我女兒還好很妙 她一定要到我的房間去 因為我們的浴室是分開使用啊 對不對 那妳很奇怪 那妳們為什麼不分開使用浴室呢 然後讓她學會一個責任 我們家也是分開 她不要 她一定要到我的房間去吹頭髮 我不是說妳 我是說宇北人 妳為什麼要為這個跟孩子吵架呢 對不對 不是 我跟你講 永遠呢 說不講她又講 他忍不住要抱怨一下 這樣明天才有冰咖啡 永遠就是她要睡覺前她才要洗頭 對 沒錯 很多人都是這樣 妳頭髮就吹不乾 妳知道嗎 濕大大的睡覺 對啊 妳頭髮如果吹不乾 那裡有細菌 那頭髮每天 妳每天睡也是吵的 我告訴妳 妳如果吹不乾 對嗎 每天都化一些事情 化到要煩熟去咖啡 奇怪 光是這個頭髮怎麼有那麼多種頭髮 比如說我女兒是 每天怎樣妳知道嗎 她也是洗頭髮 洗完頭髮以後 她就把那個浴巾什麼什麼 全部都拿進房間 然後永遠妳要洗澡的時候 找不到浴巾 你知道嗎 她就覺得說 她自己擦 對 可不可以拿回去 那妳乾脆就一條專用的浴巾給她 她不會 她不會 所以她的房間可以一條兩條三條四條 然後堆了很多條 這個要學我們 我們都後來就是 妳的浴巾 不管從大巾臉巾小巾 通通買同一個顏色 我的是另外一個顏色 這樣都不會搞混 欸這個方法不錯 對 妳就是買整套 不要再亂買了 就是這個顏色給她買到齊 就對了 妳就是這個顏色 妳不要污染到其他的 妳不要 我後來是用一個方法 只要不收拾 就麻煩妳 下次不准用我的東西 也是一樣 比如說那種指甲剪什麼的 然後我就把我的藏起來 我就把我自己的東西藏起來 它找不到 然後所以後來我們就一人一套 比如說那種小東西 那我跟你講 朋友有時候是這樣 有時候這種事情呢 我就是錄影的時候 就跟納豆講 說我氣死了這樣子 因為我是禮拜一氣的嘛 我禮拜冰咖啡也壓不下去 你知道嗎 還在氣這樣子 然後納豆真的EQ真好 就是納豆EQ 愛情來的時候都EQ很好 對啦 她現在亂來這樣 我跟妳講 聽說很多女生都有這個困擾 那個 我下個月去西本 我幫她帶一個那種 一般大概要吹五分鐘都沒有感覺 這個吹五分鐘就馬上就覺得很大傷的 那樣子 我說妳趕了妳趕咖啡 妳趕咖啡 然後我就再跟她加一句 小孩生日也快到了 然後納豆就說 交給叔叔 那我昨天氣就比較消了 因為我就等那個 對有個希望嘛 有個希望氣就消了 很快就吹乾的那個什麼 吹風機 你看納豆多會哄女人啊 對啊 可是我覺得就是說 很多媽媽會做錯事 為什麼我們這件事情會過不去啊 我們以前年輕的時候也沒有像這樣 因為你們太在乎啦 可能忘記了 因為你們過不去的事情 是你們自己長期累積起來的壞習慣 沒錯 就是你從一開始就很愛她 所以為她做盡一切事情 養成了習慣以後 你後來是 你都比她還急啊 比如她不 亂丟到那邊 你就是你先看不過去 然後她那個沒有做好 你就先把它做好 不然妳說了 妳說了 如果小孩要睡著要洗頭髮 又找不到就睡 我覺得如果是我 我的建議是說不用care 嗯 就是因為你care一次兩次三次 最後都沒有效果 那只會情緒化 你為什麼還不停止呢 一直吵架啊 媽媽主張一定要這個 堅持 那她還管太多 結果你知道她的嗎 嗯 她衝出去以後 拿美空刀自己割 對 好可怕 然後媽媽後來是 就報派出所來處理 援檢跟她開導 嗯 這麼激動耶 嗯 之前給人家莫說手機 那我就說 那個小孩就跳樓 我記不記得 妳知道嗎 我跟你講 我現在光講這件事情 我後來也是 開始 因為我女兒的人生 其實真的是比較複雜 我後來 在我跟她比較 能夠聊天之後 有一段時間 我們是不能聊天的 為什麼不能聊天 因為我對她的所有的 感覺都停留在 她小時候有多乖巧 我坦白講 就是說她 在小學之前 她真的是樣板小孩 她是完全的符合期待 她不管是成績啊 才藝啊 或個性上啊 都是樣板小孩 那可是很奇怪 到了她國中之後 那她到她國中 好像就這樣畫一條線 我發現我完全沒有辦法 跟她溝通了 她永遠是用吼叫 來解決很多事情 然後我也不知道 她在想什麼 她好像突然不能好好說話 你知道嗎 那因為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情緒 那我就會覺得 我是好好跟你講話 你為什麼要對我那麼大聲 所以我自然也會情緒 我也會很火搭 可是後來在我了解她的 遇到的事情之後 因為她原來也懶得跟我講 她說反正也不會了解 你也不會相信 也不會了解 然後所以她也懶得跟我講 直到她後來在後面跟我講 我才發現她小孩子 你不要以為她無憂無慮 好像念書就好 其實小孩子的世界 比成人更複雜 特別是那當時我因為 就是我一直在想 讓她念司令還是功力 可是因為我們家小孩子 都一路功力上來 所以我就 國中啊 國中對 我就想說國中的時候 我就說還是念功力 功力國中就好 那剛好因為我們的學區 是文山區 我覺得文山區是文教區 應該不會太複雜 就沒想到她當時她的運氣很好 他們班上就有黑道的啦 然後右邊有一個試睡陣 然後突然上課上課 砰 倒下去睡著了 你知道嗎 然後呢 後來呢 他們班上有一個割碗的啦 你知道嗎 又有人會割碗啦 又會怎麼樣 就是說然後又有一個自殘的 然後後來他們的導師 因為他們班上太亂了 然後呢 就專門用記警告來壓制學生 所以我女兒喔 原來在小學的時候 沒有是資優生啊 模範生啊 上國中的時候 突然我才剛開選擇多久 寄了兩個警告 我當時就覺得說 欸你怎麼搞 你成績退步之後 你品性也變糟 你怎麼會被寄兩個警告 我突然覺得你變了 你到底怎麼樣啊 然後後來他就說 我說你也不會相信 然後後來呢 於是但是我還是要理解啊 我說後來我就趁著他 心情比較好就說 你告訴我 你為什麼會被寄兩個警告 他說因為我的襪子 沒有符合老師期待 老師說要那麼高 結果他是穿短板 穿得到 然後他這樣說 可是我也不相信 你是說穿到腳踝的高度嗎 他老師不能接受腳踝的高度 那當時我是官方說法 我先聽嘛 然後我說那你第二個警告是怎麼樣 他說我打掃環境不整潔 我說那你有沒有打掃 他說我有打掃 他說我怎麼知道他檢查的時候 突然天上的落葉又掉下來兩片 所以他就覺得他打掃不整潔 他就寄他 又寄他警告 那這個是官方說法 那我們當然要求證 你知道嗎 於是我就打電話去學校 問老師 我就說不是我不是問老師 我問寄他警告去到處 我說我是幾年級班 某某學生的家長 我說他才一開學 他就寄了兩個警告 那據我女兒的說法是這樣 然後他說他們班上 已經有20多個人被寄警告了 你知道嗎 就是行為有一點點不好就被警告 我說我不曉得是不是這樣 然後他講說 的確他們班上的警告寄的比較多 你知道嗎 但是媽媽沒關係啊 他只要做什麼好事 他可以消掉這個警告 你不用緊張 我說老師 我說在我這個年代 我們寄警告是天大地道的事情 我說今天如果說 他覺得他掃沒有掃乾淨 他如果叫他回去再掃 他不掃你給他寄警告 他說他不服同的領導 或怎麼樣 你現在要警告 他掃完了以後 天上又飄來落葉 你叫他為這個負責 我覺得這不合道理吧 我說那他穿的那個 腳踝的襪子比較短 你覺得這樣不好 學校有學校規定我尊重 提醒一下吧 對不對 限局學校來了 對啊我就說可以提 我說我不想當恐龍家長 但是我只是請問一下 我真的覺得這太無聊了 對我就說 後來我就跟他講 講這件事情 然後後來那次我女兒就覺得 欸 我覺得欸 我好像 可以站在他那邊 他就覺得心裡比較舒服一點 然後又講到那個手機事情 那我女兒後來有段時間 就是 開始很愛 手機一定是最大的衝突 沒錯 嗯 等一下齁 來先休息一下 好 好 這個我們有一個共通的朋友 大家都認識 他說她女兒國三 她听到我们要讲这个议题 她说 我女儿手机 我已经跟她没收三支了 我说然后呢 她说现在是她 我是她永远的仇人 真的 真的 所以我就觉得 手机 对手机 然后后来呢 她到了国庄以后 就没有那么认真念书了 然后所以成绩就没有 那个以前那么好 然后后来我就跟她约法三章 我就说如果说你成绩 考不到五名内的话 那很抱歉 你可能一个月就不能使用手机 哇塞 就后来没想到 那次她就考第六名 你知道吗 只差上零点几分 可是我觉得规定就是规定嘛 你知道吗 就跟我拼命了 就她跟我拼命了 你知道吗 然后她就开始这样子暴怒 因为我原来就跟她讲说 我说你今天 然后后来她给我大吵 大吵之后呢 我就说 你你知道青春期 最惹人厌的地方是什么 我说你到底是大人 还是小孩 我说你如果要我把你当大人 你要我尊重你就要像个大人一样 我们遵守我们履约嘛 他们要别人尊重的时候 他就是大人 对 然后他要别人照顾他 他就去小孩 他不负责任的时候 可是他人家每次法律 为什么也有人情啊 就是第五名对不对 你今天我当时跟她合约就说 如果你这次考五名内 对不对 对我对不起 我小看你了 你玩手机玩什么 不会影响你成绩 第六名啊 对我跟你说声对不起 可是如果我们来玩个游戏嘛 我就跟她讲我们玩游戏嘛 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的话 表示还是需要努力嘛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 我们叫李悦啊 她说好啊 我就说从此之后我不管你用 我不管你嘛 对不对 我就说我就不管你嘛 表示你自制嘛 你有能力 然后后来她就说好啊 那现在怎么不好了 现在对不对 就是你现在第六名 你就是没有那个 你不能法外开恩一下嘛 然后后来呢 重点是 我可以 我可能可以法外开恩 可是你的态度 让我没有办法法外开恩 因为你狂叫 因为你吼叫 你大叫 因为吼叫是 可能是因为你的 你很你很硬啊 然后后来 你女儿怎么好怎么好 她就说 然后她就说 人到成绩不好 就不是 就不是好小孩吗 就说成绩让我那么重要吗 好 你只要用成绩看人吗 然后就 你女儿讲的没有错 对 然后反正她就这样子 大吼大叫 然后结果后来 对吧 你看都用成绩压人 结果后来我就跟她讲说 那次我就跟她讲说 成绩当然不是重要的 成绩绝对不是重要的 如果你平常有帮我做家事 对不对 我还可以说 我们女儿虽然成绩不好 可是她很乖 她有帮我做家事 可是我每次这样做家事 你说我要念书 我要读书 平静不好 成绩也不好 对不对 我觉得你也不好 情绪勒索要做家事 你不帮忙做任何事情 你知道吗 我说属于家庭的事情 任何都不帮 你就说你要念书 好 那没办法 你的唯一考核就是成绩啊 那如果说你今天跟我说 好 那个 你不要太注重我成绩 我觉得成绩不是唯一 那好 就麻烦你分担一些家事 这是我觉得每家有每家的 你不要judge我 我就每家有每家的逻辑 你知道吗 所以后来我就这样跟他讲 然后后来我就说 那就麻烦你用第二次月考表现 或者anyway 我们再来协商 第二次月考多久 对啊 对啊 我手机都好痛 我跟你建议也很放手 没有 然后 第二件事情 你不要嫁举 你不要嫁举我 我觉得家家我本难念经 都不能帮你 我帮你嘛 那你们家没有问题吗 等一下我们会嫁举你 我需要你帮忙的时候 我会开口好了 那个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怎样你知道吗 就后来呢 他不是跟我翻脸吗 跟我是仇人 不跟我讲话 你知道吗 今天翻脸 然后于是呢 后来隔天呢 突然 他们班那个第一名的 妈妈女孩子 妈妈打电话 就说 小朋友妈妈 我们家谁谁谁 我们在你们家 我说没有啊 他说那你可不可以找 就是你女儿跟我讲话一下 再讲话来话 我就说 然后后来我说怎么了 他说昨天晚上 我看他一直用手机 一直用手机 结果我就说 你不要再看一些 就是说那种垃圾文章 那个什么什么 于是我就说 我先帮你保管 结果他离家出走了 班长第一名 第一名也离家出走了 他没有跟他妈吵 他没有跟他妈闹 他直接离家出走了 你懂吗 那个妈妈会很操心 然后不晓得她安慰 紧张死了 然后后来他就留一张纸条 就说我走了 这更恐怖了 就是我没有 就是他妈拿他 他就觉得说 所以后来我就说 我就拍拍我女儿说 谢谢你 我们至少有那个 人家第一名也是可以说 就是我们还可以高通一下 你女儿是希望你当她是大人还是小孩 对 所以后来我就跟她讲 就是说你今天你自己 我说你这个青春期真是很难搞 我当时我也有我的青春期过 我觉得你要知道你不好相处 我说你自己要知道自己不好相处 这件事情 如果你自己知道你不好相处 没有错 而且妈妈比较成熟 应该懂得跟女儿相处 女儿意思就是说 女儿不成熟嘛对不对 女儿比较不成熟 本来就不应该那么懂跟妈妈相处啊 这不是这样子 然后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 这是我后来 但是我们家唯一还好的一点就是说 我曾经跟我女儿讲过一件事情 我说我妈妈 我觉得我妈算是教育成功的 我们家有七个兄弟姐妹 我有四个哥哥两个姐姐 可是我们兄弟姐妹感情都非常的好 但是我妈常说一句话 就是说亲人没有隔夜愁 我们就说伤人不伤心 伤人不伤心 伤树不伤根 你跟我吵架你随便骂 你不高兴你发飙都OK 可是你不要踩我痛处 你理解我所爱 可是青少年最厉害的 你就踩你痛处 对 因为你们最常踩他们的痛处啊 越痛越踩你了 可是我可以知道 真的很为难 你刚刚讲说成绩 好我是一个 大家都知道 我是那个成绩我真的 我真的就觉得这件事情还好嘛 你尽力就好 我就是觉得还好 你有没有重点就是尽力哦 尽力啊 他完全没有尽力啊 他没有尽力怎么第六名 我就告诉你他真的有小聪明 所以那时候我为了这件 他既然有小聪明已经不错了嘛 对 你为什么非得要跨过去前一名被逼 你刚刚不想知道我的方法 手机的方法是不是 感情那么不好 还不想知道方法 没有 我们现在感情很好啊 我没有 我没有自己的那个 有一次我就是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两个 常常一起散步走路 然后他就很高兴跟我讲说 他之前跟我讲说 他如果 手机考怎么样的时候呢 他就希望买成 我们家还有剩下的海贼王 没有买完的 他想把后面的补齐这样子 说OK 对了 成交 OK 然后呢 后来他就觉得说 其实我们家好像买书都没有限制 我们家是买书没有限制 他就觉得 他不用考那么好 我也会买给他 你刚把扣打放在这上面 可是他就自我期许嘛 结果呢 后来有一次他 我们就一起在路上走路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说 妈咪我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这次考非常好 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 哇哦 好 然后 我的意思说 哇哦 不错哦 这样子 他好失望 我从来没有看他那么失望 他觉得你的赞美不够是吧 不是他以前还有别的东西 不是 他觉得你的反应不够 因为很难得 好失望那样子 他说 你为什么 都没有那么这样 我说 哇哦真的吗 太烦了 太真眼了啦 他就说 你看我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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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情我觉得你自己自有分寸 但你要想哦 你成绩考 你有可能会考不好 你考不好的时候 你希望我那么失望嘛 OK 我就说我 我是平常心看这件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 你不是为我读嘛 对啊 你是可以读的 我说你看你自己考好 你是不是很兴奋 对 这个快乐是 不是我给你赞美可以得到 当然 对不起我 会加分啦 我下次就知道了 你如果知道他 他就说你对他没有那么兴奋 对他考好那件事情 看得出来他很失望 对他跟我讲 他就手就说 他说哇 你一点兴奋感都没有 你这样子敷衍我 这样子 所以你知道有多难 所以我刚刚讲说 你那个只看成绩 但是不看成绩也被爆裂 你有意思吗 我先要跟你讲就是说 他觉得我不够兴奋 我要讲的是说 我真的不是那么在意成绩的妈妈 但是因为她很在意成绩 其实她是狮子做O型 她是很有荣誉感 她考不好 她心情是不好的 你理解死了 我说如果说这件事情对你很重要 然后你现在又没有达到你想要的目标 我们需不需要想办法解决 如果你觉得你好像很难自我控制 那不如交给我好了 手机交给我好了 你知道吗 我当时是这样子的想法 所以我就觉得每家有每家的状况 每个小孩子有每个小孩子的个性 像以前我儿子 他那个历史可以考这么差那样子 我就说哇 哇 你每次都哇 对 我就说哇 失望也哇 高兴也哇 我就说这好像考得不太好 我的意思是说我想知道你成绩的原因 不是你好跟坏 是实在很糟我要帮忙 我赶快找资源来帮你嘛 这科你就是不行嘛 这样我说哇 这好像不是很好 她说妈 这也是不算 我太轻敌了 轻敌 我就没讲话了 那我说那你下次尊重你的对手 好不好 不要那么轻敌 那你已经讲轻敌了 你还能够说什么 那不然就叫我签 签那个C跟D 然后我被他说签C跟D 我说 欸儿子 你也有跟A还是B给我签吗 他说 他就觉得你是状况外 他说妈 学校规定A跟B不用家长签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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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灌 就不用簽了 你媽貴子弟A跟B就不用簽了 還有拿給你簽 不錯 拿給你簽的原因是因為 讓你知道貴子弟 成績好像有代價 我覺得很沒期待 還有讓你知道貴子弟有點清掉 我一開始就說 怎麼都沒有 A跟B沒有簽 所以他平常其實有很多 搞不好沒給你簽 對 因為我覺得你兒子的態度很好 他會讓大事化小事 然後大家彼此的溝通輕鬆一點 當小孩還跟 你他成立搞不好人家說 媽 我這次輕敵了 你好像不能說什麼 沒有 我覺得說 我覺得不管媽媽跟孩子 回應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一定要有這種態度 不然我根本就沒有辦法溝通 你知道我後來的整個過程 回家路上整個過程 一直跟我女兒道歉 我說我其實是很感動的 可是我不是那個意思 你要了解我 我覺得這時候 為什麼我們那麼在乎子女的感受 對啊 你覺得我們的上一輩 對我們有這麼在乎 有都有在乎 只是在乎了方法太子女 也都很在乎 為什麼 因為你會覺得會 我跟你講 愛一個人就會很自私 就會把權勢想的都要給他 其實都害了孩子 其實沒有 對啊 其實沒有 對啊 為什麼我這麼在乎他的感受 對啊 因為你把他當自己的心頭肉 因為我們有情緒板還會說 每次考試完呢 就有很多同學的手機被沒收 或者被摔壞了 對不對 這樣完了我喝杯就自己 韓主教完也會 那你哪有手機的問題啊 我先解決你 剛才那個問題 人家沒有問你 可能是我要參與 就是譬如說 如果他第六名嘛對不對 如果他是第六名喔 我就會跟他講說 欸我真的也覺得差一名而已咧 可是就是規定就是規定 如果你在外面有差任何比賽 其實規定就是這個樣子 可是我們家不一樣 我們畢竟不是外面 你要不要提你的想法 我讓你申訴 就是我手機給你用 可是你要用什麼補償 就是我們讓他提條件嘛 就是我們讓他去扛這個責任 知道外面是這樣子的 我們讓你去扛這個責任 然後我覺得我們在家裡喔 就是常常會因為手機喔 不要讓孩子碰手機喔 通常這兩個原因 而且包媽媽都講這兩個理由 有時候你就會影響功課 視力 對對對 然後眼睛會壞掉 就這兩個 我覺得這兩個理由是最弱的理由 沒錯 其實蠻弱的問題 我覺得大人要處理這個事情喔 我要小孩子的標準 現在可是比你聰明的 就是他會覺得你公不公道 比如說你自己玩手機 也不是一直在玩 對不對 你們上廁所不也是在接受手機 可是我們沒有要聯考啊 可是問題是你們也有工作啊 工作要養我們啊 我們工作的時候我們會去工作啦 是啊 我們也有讀書啊 我沒有說一直在玩手機 然後怎樣嘛 然後第二個是 就是視力的這件事情 就是眼睛視力很差的時候 我覺得他會覺得說 你們叫我每天讀那麼多時間的書 我視力就會好 對不對 沒有叫你讀那麼多時間的書啊 只是叫你減少又使用手機的時間啊 我剛剛如果我是孩子 光看到爸爸你這樣的態度 我就不想再跟你溝通了 你比較難道你們現在怎麼辦 我的方法是說 我覺得喔 絕對不要讓孩子說 一直告訴他手機哪裡不好 我覺得這個手機 是最新時代的產品 你們以後跟你們生命是共同體的 你就要想一下你怎麼好好使用它 準備使用它是效果最好的 什麼使用是最強的 比如說這個手機就是有娛樂 跟大家溝通的能力 沒有我的看法不一樣 我的看法就是衝突是必要的 你真的要把你的觀念告訴它 這個時候它就是會有衝突 可是它以後它就會劫持 我認同它部分 但是也不認同它一些東西 各疏己見嘛 因為我那時候就跟我女兒講說 其實你用手機 我是 這是時代產物嗎 這是 但是我不希望你成為一個很boring的人 你知道嗎 後來你知道有一次吃飯的時候 就大家就這樣不聊天了耶 哗哗哗哗 我說我們已經失去了那種親密時光 你知道嗎 我就說其實手機真的很有趣 但是有趣的東西還有其他 可是我告訴你 現在年輕人也發展出 我又是跟我女兒去吃迴轉壽司 然後手機拿出來 她就把我手機拿過去 跟她的手機疊在一起 有沒有 手機疊在一起 他說現在我 我說這幹嘛 他說我們現在出去吃飯 大家都要把手機交出來 然後疊一落 因為這樣閃光 就不知道是誰的 因為就是不可以 就是不可以 年輕人自己也發展出 他們自己的 發現因為大家都拿手機 這樣我們在聊什麼 所以全部都要把它蓋起來 有這個補充一下 其實有些餐廳是會有放一個籃子 對 就是說他們鼓勵 你們全家經過同意以後 把所有的手機都放在那邊 即便誰想的都不要去拿 可是這個方法還有另外一個效果 這種方法你講一下 就是另外一個方法是 誰去拿手機就要今天買單 小孩子給錢 不過我們家也是這樣 就是吃飯的時候不可以 其實我之前也是 我女兒生氣 她的手機 因為也是玩得太兇 但她玩得太兇 是她整夜不睡覺 她可能上網 然後整夜不睡覺 那當然我們當然就有點 就是要去節制她 就有一次我就跟她講說 我給你三個方案選擇 我們家通常是 你們家的折衷 就是你是跟孩子商量 那我們是這樣 就是我提三個方案 你選一個這樣 那第一個 就是換回智障型手機 第二個就是呢 我們有時間限制 比如說你放學回來 好到睡覺前交給我 那睡覺前拿回去一個小時 這樣子 那第三個方案就是呢 我給你一段時間 你要表現給我看 如果你的表現很OK 我從此以後就不管你 就這樣 那後來 那當時當然就是 我女兒當時就是 她都不接受啊 很生氣啊 去死啊 去死啊 就叫我去死啊 我跟她說沒有關係 我說我現在死不了 但是你還是得選一個 我現在已經很鎮定了 都可以這樣 你為什麼不讓她提一個想法 如果她不滿意 因為通常 她都不買單 她現在她都不要 她可能就是說 如果你讓她選擇 她可能就跟你說 她不覺得她使用得很過度 對 她的問題是在她不知覺 所以後來呢 那 我們有一陣子就 使用就是 節制性的 就是放學回來交給我 那後來其實我覺得 她自己有體護到啦 所以慢慢 其實我現在也不大跟她 但是 這另外 這另外一面都去啊 對啊 那智障時候 你知道嗎 我一個好朋友 她兒子喔 她之前就是 自由 結果你知道一個暑假 她小孩子 竟是變一千多多 對 最只是有 因為她晚上都這樣子啦 對 所以有的時候 就是說有一次 我也是跟我女兒講 就是說 你知道嗎 我 我也真的不知道怎麼當媽媽 我說我只知道 你在學習 我在學習 我只知道我很愛你 我不希望很不好的事情 發生在你身上 然後我只希望 你犯的錯 都是可以挽回的 就是說我們可以彌補的 可以拯救 可是關於身體這種事情 你會刮她巴掌嗎 還是打她 我不會刮她巴掌 可是我 安逸好像在美國 我之前很生氣的時候 真的會 那是怎樣 她都是態度問題 比如說 像我剛剛講 她會叫我去死啊 或者是說 或者是你跟她講什麼事情 比如說事情擺在眼前 她弄的 她不承認 比如說剛剛講的 頭髮滿地啊 我們家就她一個長頭髮 弄了滿地 她就跟你說 沒有 不是我 那就 有時候那種態度會激怒 我就是說 真眼說瞎話 然後她就 她會跟你說 比如說那天我也是叫她 比如說 就是床單 你知道女孩子嘛 身體情動的床單上 有那個血跡 那阿嬤就跟她好心啊 叫掃地阿姨幫她拖 就幫她拆下來拿去洗 因為我們家台北 我妹妹有請個阿姨 然後洗完之後回來 她不承認 就跟她講的時候 她就是完全都不承認 她弄到我有時候會很氣 可是我現在已經不會啦 我以前 不是你男的會是阿嬤嗎 對啊 你知道嗎 就是 不是你男的會是我嗎 對啊 你又很生氣 然後她接下來頂你就是說 不關你的事 這又不是 她說這不是你房間 我愛怎麼樣就怎麼樣 她的態度就是這樣 會讓你很火大 對 那一次類似在美國也是這樣 就她把一個公共區域也是弄髒了 然後態度很壞 我這個很火大 那時候拿起來劈頭的給她打下去 她很氣她就哭了 那時候她大概是六年級 小六 可是其實我覺得那也是我們的修煉 就是在衝突過後 其實自己也會覺得說 自己不對 不應該就是動手給她扒下去 可是 所以後來像這種狀況的時候 我大部分我都會說 我就會把門關起來說 你留在你房間裡不要出來 那一次把她掛下去 她的反應是怎樣 她就哭啊 當然就是哭啊 我就生氣 那個代價太大了 對 老公呢老公看到你 那一天我先生好像不在 因為是在旅館的房間裡面 然後他們剛好在海灘 然後是我跟他上去 那 這時候太太有時候 魂魯大的時候會說 很氣 老公你來拼拼你 這時候沒有用 真的很火大 但是我像我現在的話 就是說我覺得啦 小孩子他講那個很難聽的話 結果後來有一次驚豔 就是他不是叫我去死嗎 我覺得也是很氣 但我後來就學聰明了 我就說 我說我現在很氣 我不想看到你 你回房間去 然後他就 門都摔上 你知道 每次進房間 他就開始 他摔東西 喔 真的氣炸 你在外面 好像是當作沒聽到 他就 等下下午 欸小孩可以這樣喔 他青少年最厲害一點 就是過了兩個小時 之後來說 欸媽晚上吃什麼 好像沒事一樣 我告訴你 我關於媽吃什麼 這句話 讓我發現 你有感覺 我非常有感 那個有一天 我感冒 感冒得快死了 渴渴渴 然後早上起來的時候 禮拜天早上起來 結果我女兒就問我說 媽媽今天吃什麼 對媽媽今天吃什麼 然後突然我就 我心裡的OS是吃屎 你知道嗎 但是 因為我 然後但是問題是 我就這樣很眼 你不要說去上下親子 然後 我OS是吃屎 可是我並沒有叫他吃屎 他沒有喊出來 但是他OS 但是我的眼神就很冷 他說幹嘛這樣看我啊 幹嘛這樣看我啊 他就很火 他說你幹嘛這樣看我 你們家那個展望跟我們家很像 很臭 非常臭 你那時候是什麼眼神 我就這樣看嗎 你那時候應該是拼煙煙的啊 就是看我說我生病嗎 還問這種白目的問題 然後後來我就跟他講說 一定知道我眼神 你已經18歲了 我說我突然 我覺得我好像教育失敗 我說你今天我已經病得快死了 我期待的是一句話 媽你今天要吃什麼 我還買 而不是說 他知道你感冒嗎 知道啊 我都已經咳了 就已經這樣 然後就說 你今天怎麼會問我說 今天要吃什麼 你知道嗎 或者是說他有一次也是那個 我就說我買什麼東西 你想吃的話 然後去哪去吃 他說在哪裡 我說在廁所了 然後後來他講說 幹嘛這樣講話 我就覺得說 東西會這樣啊 就在廚房 你不用我這樣啊 我又覺得 這很妙耶 你跟你的女兒 比較多青春齊耶 還是去上上妻子課才好 我覺得你女兒更需要 沒有我剛剛顧在那邊講 阿普斯呢 在馬桶 我剛剛顧在那邊講完了 不是因為你們很懶 因為我要吃 因為那是說他非常的懶 他常常就是 小孩子 應該把女兒全部都帶來 讓他們講 這個都一面之子 沒有 沒有後來 沒有沒有我剛剛要講完 是他不是跟我說 兩個小時過來 媽吃什麼 然後我後來已經修煉到 就是我可以讓事情 就這樣過去 就當做美食 好我們就去吃飯 吃飯的時候才妙耶 我跟我妹妹兩個在聊天 我跟我妹帶他們兩個去吃飯 然後我跟我妹在講到說 現在有一些假日父母 平日都沒有辦法照顧 孩子只有假日領回來這樣 我就說我覺得那樣的狀況 其實不是那麼的理想 然後我們在聊天 我女兒就突然發話 坐在旁邊 就說 對啊 他說那很陌生啊 很疏離啊 連吵架都吵不起來呢 然後我馬上就說 所以你跟我吵架 是看得起我 當你是媽媽耶 對 對 我每次跟我老婆吵架 都這樣跟她講 真的 其實你打你女兒 我也不覺得 因為你們已經有習慣性 大家就是全五行 就有話直說 你知道嗎 所以只要不要是 常常打他就好 沒有 不過 我沒有啦 我真的沒有 那一次當然是最後 我覺得冰心裡 還是去上親子教育 沒有開玩笑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我的朋友 真的我朋友 他真的是 跟他小孩子非常疏離 他最傷心的是說 他跟他女兒完全 沒話講 沒話講 吵不起來 那你也只是一次 在上那種之下 對啊 我沒有常常這樣 對不起 我安慰錯了 你 新聞 畫畫畫 瑞德 去跟太太跟親子關係好不好 今天參加這個節目 最大的收穫是 聽過別人的故事以後 你突然間發現 自己的親子關係 其實還不錯 為什麼呢 今天我們會只花三個人 因為三年只講兩次話 應該也是不會擦擦來去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我跟大家不太一樣的是 我因為童年過得不好 所以我從來 我從來不想生孩子 然後從來沒有抱過孩子 沒有跟小孩講過話 我第一個抱的是我兒子 那是二十年前的事情 然後後來女兒出生呢 真的 女兒真的是爸爸上輩子的情人 所以呢 會對 因為女兒會撒嬌嘛 會跟女兒 所以從小的時候 女兒就纏著我 逆著我 然後來做大腿 包括我跟我老婆 手牽手 她都會從中做梗 把手弄掉 要跟她牽這樣子 所有的一切 在小學六年級畢業的 那一個時候開始 世界就不見了 小六 又是小六 然後整整國中三年 一年講不到幾句話 我女兒是歐型金牛座 我是歐型摩羯座 然後她突然間就青春期嘛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也青春期過 我們也叛逆嘛 然後她突然間就青春期了 為什麼呢 對爸爸來講 你會突然間那個情人 就跟你分手了 對 她不坐在 她不跟你抱了 我告訴你 她不是不跟你抱而已 不是手不跟你牽而已 她根本就跟你決裂了 你知道嗎 她不跟你講話 不理你了 你會覺得 一個心肝寶貝為什麼這樣 其實我們心裡面還是很疼她的 可是問題是 我都不動聲色 因為我的個性 我不會因為這樣子 就把喜怒行於色 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洪怡有個觀念 滿不錯就是 要讓她知道 父母也是有脾氣 也是你不要彼此 要互相尊重的 我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這個 我太太跟她 常常溺在一起 我們家跟孩子比較親的是 我太太 然後呢 又像母女 又像姐妹 她們常常打打罵 她們這樣 吵吵鬧鬧的這樣 可是有時候呢 就是 因為我太太管太嚴 或怎麼樣 吵架了幹什麼 就她不理她了 不理我太太 然後我太太就會來跟我哭 然後叫我去跟她講一下 要跟她溝通一下這樣 有一次我就 這個 嘗試著 然後要跟她溝通 你知道嗎 我女兒是根本 她們平常都是鎖起來的 我就跟她鎖起來 鎖起來 鎖起來 她們都是鎖起來的嘛 你老師跟她講的時候 她來開門嘛 然後我就跟她叩叩叩 我說爸爸 有事要跟你溝通一下怎麼樣 她竟然在裡面說 我現在很累 不想跟你講話 這樣還好啊 你爹就比明了 我一個禮拜不跟她講話 你知道嗎 你以為是你可以不要跟我講話 我可以不要跟你講話 然後再來第三天的時候 第三天的時候 我老婆來跟我講說 你好像在生女兒的氣 我說對啊 為什麼她不要跟我講話 然後她說 可是女兒不知道耶 你知道嗎 我這樣我一樣不跟你講話 我要讓你知道你這樣對我 有感 你這樣對我 我也可以這樣對你的喔 你不要以為只有女兒這樣對我 你讓我 我變年娜青少年耶 不要錯啊 你要站在孩子一樣的立場 讓她知道嘛 可是一個禮拜後 有一天我就 假日嘛 然後帶她們去吃飯幹嘛 她自己在車上 就當作一切沒發生 孩子都最擅長這樣子 她會避開 她不會跟你道歉 她會不會說 媽媽爸爸我錯了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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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要吃什麼 她就突然間就好像當作 過去一個禮拜前 你沒有這回事這樣 就突然間就這樣子啦 然後可是我覺得 跟孩子相處 這是我因為我比較 外表看起來比較酷比較冷 然後很多的感情 我就不喜怒行於社 你可能 我知道你可能也不是 不會很在乎成親 太太會不會在乎 她在乎 她非常在乎 但我不在乎 因為我從小 她填自願 因為我從小在第一好辦什麼東西說 我完全不在乎 盡力就好 所以我就搞不清楚有一種人 他為了孩子 女兒第六名跟第五名 不讓他要沒收小金 這對我來講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問什麼 為什麼很簡單 因為很簡單 他會第六名表示 跟第五名差一點點而已 那重點其實在於 他有沒有盡力 那你們是誰在校門口 為了填自願 我太太 因為只有太太會幹這種事情 因為他太在意孩子們了 所以那是我兒子 然後為了要填什麼什麼 就在校門口 跟兒子吵了二十分鐘 你知道嗎 要是我不會 要是我的話 我會認為說 我會問小孩 你喜歡什麼 那後來誰聽誰的 還是被迫聽我太太的 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告訴你 他要填什麼 就填 因為包括那個升高中 升大學等等 會跟他溝通 那是升高中的時候 發生的事情 那因為小孩的想法 會跟我們大人不一樣 那大人會認為 這樣比較好 因為大人都是用自己的想法 那我太太的話 是會Google到 像我女兒在讀國中的時候 因為我女兒喜歡烹飪 你知道嗎 非常喜歡烹飪 我太太根據她的志願 就是她喜歡做甜點 喜歡做什麼 我太太已經去把 日本相關的藍帶學校的餐飲課程 什麼時候都弄好了 你知道嗎 比她還認真 對 很認真 然後我女兒當然很高興 可是那個大學畢業以後的事情 你知道嗎 她才填高中 她才高中 她現在才高中一年級而已 你知道嗎 就是說她把什麼事情都還好在等 六年後 七年後 可是她很投入 可是我會覺得你莫名其妙 可是你要知道 經過三十年跟我太太相處 你不可以跟她唱反調的 你知道嗎 你跟她唱反調 你就跟自己過不去 何必嘛 如果你唱反調會怎樣 唱反調就開玩笑 說好吵架不翻舊帳的 哇靠 這三十年來 有多少帳可以翻 你知道嗎 所以你就站在那邊 我不是站在那邊 我暫時站在那邊 那一樣阿德 你老婆跟你女兒常常吵架 那你站哪邊 我跟你講 還是你都離開現場 沒有 我的方式 大概十次有七次就會離開現場 躲起來 就是不要去參與 可是不能從頭到尾都沒有參與 因為沒有參與她的也會抓狂 所以在家裡面如果 那怎麼辦 如果太太跟小孩在衝突 是在客廳 那你會躲到哪裡房間去 就我的書房 那你剩下三次怎麼辦 那三次就是 我就會跑過去說 跟我女兒說 你給我進去房間 你給我 然後她進去以後 我就跟我太太講 不要跟這種爛人生氣 不值得 那你怎麼跟你女兒講 你老婆 我就會偷偷進她的房間 就說 壓力很大 你看 這就是這種 沒有錯 兩邊討好 我告訴你我的想法是說 沒有言止 其實我剛才聽你們每個人在講話 我以前對你的分析 我現在完全推翻了 沒有錯 那你會常常推翻的 其實你知道 我在講一句話 其實你知道有多少 你有同意這種先生嗎 多少男人像他這樣子 沒錯 很難 因為我覺得比如說 就心理直上這是對的 就心理上他是對的 他絕對是對的 可是你知道嗎 有些人就是直童童的 你知道 就像我當時我跟我女兒 吵架的時候 我那個女兒對我很兇 我老公非常生氣 他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跟你媽講話 你怎麼可以這麼不尊重 你知道嗎 那糟了你們兩個就變異國了 對 最後就變成異國了 你知道嗎 然後最後我女兒覺得她很孤單 你知道嗎 就沒有人那個 所以後來我發現 這樣也不行你知道 所以我就後來就說 這是我跟她的事 以後就麻煩你 都不要介入 你老公也有寶貝 你知道嗎 就最後變成 所以我就說 有些人是正確主義行 這是冰心 你知道嗎 大部分的太太不會這樣 大部分的太太會希望先生 你說說你女兒嘛 她怎麼用這種態度呢 她是什麼態度 對不對 那怎麼樣 那你怎麼辦 那當然像許常德這樣的處理 她兩面討好 你知道嗎 那兩面討好 兩面討好要小心 兩面討好要小心 要小心 我告訴你 因為你被對方另外一邊知道的話 沒錯 你們那麼清楚 都不小心了 我幹嘛要小心 我告訴你 我感覺上就說 剛才聽了大家的故事 看這個講話的情緒 我就覺得說 哇 所有人都壓力好大 為什麼壓力那麼大 因為你們都不知道 你們很多做不了的事 你們都硬扛 而且硬要去追求 就是說明明你只要追求這三分 你們家裡就合了 大家也比較輕鬆 不如永無止盡的 要了七八香 那麼大家都很累 然後長期養成的習慣 也改不了 所以我變成說 我覺得 你頭髮不吹乾就是會臭嘛 我告訴你 你還是卡在那裡 頭髮這是一件事 是一個引爆點 可是真正的問題是什麼 可能類似頭髮這件也有100件 對 所以它已經累積了 對 我覺得說 你要長期 我現在講的是說 你們現在光看你們的小孩子 從國小到高中畢業的時候 你看一天睡幾個小時 你說我們是什麼爛教育 給孩子 對 沒錯 越睡越少 你說這樣的環境下 哪個親子會好 但是你知道嗎 我還是要抗議一下 我有一次就跟我女兒講說 你知道我覺得 我們五年級的父母 這社會對我們很不公平的 因為以前我們念書教育 大家都告訴我們 天下無不適的父母 叫我們要體諒爸爸媽媽 要體諒父母 可是到我們這一代 就每個人都要了解小孩 你要非常了解小孩 可是哪一個小孩 來了解父母 我跟你講等一下說 你先讓我發現一下 發現一下 你今天已經發現很久了 真的 就是為什麼 我說平衡報導 對不對 我現在試著了解你 我知道你難過 我知道你青春期 我知道在教育體制下 你有很大的壓力 可是我也有很大的壓力 我有養家的壓力 我有年花老去的壓力 我有各式各樣 我公婆的壓力 我也有很多壓力 那可不可以你也站在 你也開始為我想一想 不行 我的意思就是說 要均衡報導 因為她是孩子 我覺得孩子沒有那麼 我說窮人孩子早當家 為什麼人家有這句話 就是為什麼窮人家小孩子 他能夠比較理解父母的辛苦 你不能因為我們今天 好像給你一個無憂無慰 可是窮人家裡小孩 不會補習補那麼多 沒有我沒有要他補習 我真的沒有要他 好然後最後一句 然後有一次我就很傷心 我就跟我的朋友講 就說 你手不用把我按住 等一下 我很 好驚訝 然後我就跟她講 我的痛苦 我的傷心 我覺得 我的為難 結果後來 你手不把我按住了 你有幾個女兒 兩個 結果後來她就跟我講一句 她就很輕鬆講一句 你到現在還搞不清楚 現在當父母 是當做服務業的 怎麼講 我有什麼可以為你服務的嗎 有什麼可以為你服務的嗎 她是你這樣想 我朋友這樣講 所以現在當 現在做父母是做服務業的 哪有 你們那個服務業 常常在兇 服務業怎麼可以兇 現在換人發現 好不好 那事實上後來 因為我覺得跟 之所以 父母跟子女之間 會搞得那麼僵對不對 就是因為你太在乎 對 沒錯 那因為我的 我的個性的關係 有時候反而會跟孩子 比較有一段距離 我記得我處理過了一件事情 等一下好不好 來 先休息一下 你兩個女兒就處理成這樣 對 對 女兒比較難搞 喔 拜託 女兒比較難搞 聽聽聽 I'm watching you 新聞 畫畫畫 好 歡迎回到現場 我剛才想到小1的時候 我也是氣到不曉得為什麼 我是有牽那個不體罰小孩的 我那天氣到不曉得為什麼 我就把她1架拿出來 我也有1架打過 沒有 我只向拿著而已 你不要自殘 沒有 就拿著 不要自殘 去到要打自己 不要 然後我只是拿出來而已 這就有威脅囉 對 那我兒子就大崩潰 我只拿1架還是大崩潰 然後他想說 為什麼世界上 有這麼暴力的媽媽 因為你有給他資訊啊 對 我給他資訊他知道 好好笑 我那1架變成只好 尷尬了吧 就拍拍棉被啊 拍拍床啊 你為什麼不說 媽媽其實是要去掉衣服 騷養 就是 你有時候就是小孩 生怒之下 生怒之下還是不要用自己抱他 那時候 那時候我不打小孩的 我真的從來沒有打過小孩 但是我那次真的是 把1架拿出來我也沒有打 OK 我就是氣到已經拿1架 都覺得被阿力一句話堵住 我怎麼變成暴力媽媽 就沒有打 可是我是覺得說 其實 其實 唯一在 當然我就是提醒我自己 那時候我禮拜一沒有做到 OK好 就是離開現場 對 就是離開現場 你只能離開現場 對對對 就是你可能啦 隔離啦 你不要當天解決這件事情 對 沒錯 還有 不要說絕情的氣話 對 千萬不要講氣話 你一個禮拜不講話太誇張 你跟我太太講一下 沒關係 不要說氣話 因為有時候說氣話 孩子會當人 你不說氣話 你只有離開現場 否則你站在現場 對 你會越講越氣 然後各種 之後就是詛咒了 可是我覺得 對 我們講話氣到一個 頂點就是詛咒 對 我都沒有氣到 沒有氣到頂點 會這樣暴怒的情形 我覺得都是那種 你們到底要不要重視說 我們這個家裡 大家的壓力大到不行 嗯 就是說你這樣講 其他的方法都沒有用 因為你壓力都不減少啊 我同意阿德講 就是說你 你要可能搞不好先了解一下 你自己的壓力是不是大到一個 對沒有錯 小事都會爆發的時候 小事都已經列出 許常德他最大的優點 就是可以用比較理性的方式 比較客觀的方式 要處理很多 包括親子跟婚姻之間的事情 沒有 婚姻它是沒有理性的 不是 那是表面上理性的 然後那個 我跟各位說一下就好了 我覺得 我說因為我有三年的時間 跟我那個女兒之間 那個上輩子的情人 對不對 我都覺得我上輩子欠你的 對不對 已經分手了就不要一直談嗎 後來又回來了 你知道嗎 然後後來又回來了 是因為上了高中了以後 那麼我舉一件事情就好了 我覺得有時候 爸爸的角色 雖然不像媽媽那麼親密 但有時候 沒有那麼親密 沒有那麼親密的好處 那比如說有一次 因為他們又像母女 然後又像姐妹嘛 然後感情非常好 常常吵架 有一次就吵得不可開交 然後吵到什麼樣 吵到我太太又在哭 那哭了以後 倒楣一定又是我 他一定會來跟我講 我問他 他很緊張 他很害怕 因為女兒乾脆就不理他了 然後問他什麼事 是因為女兒 因為他很喜歡餐飲業 所以他有一個同班的同學 女同學呢 答應他們親人 要去一個那個餐廳 剛好是人家結婚都忘記 要去旁產 那他認為說 他對餐飲業有興趣 我女兒 所以他答應他同學 因為他同學說需要幫忙 然後一起去 其實你年紀還很小 可是又為了這個事情 那國中而已 可是因為這樣子對不對 他不答應 當然不答應 因為環境是什麼 他不知道 而且怕燙到 對 然後又怕 因為那個盤子其實蠻重的 他從來沒有這樣的經驗 他理由一大堆 都是為了孩子好 我可以理解都是為了孩子好 可是後來我聽了以後 那我發現女兒就是因為 他已經答應同學了 如果這樣的話 他失信 你知道嗎 然後因為對他來講 那個時候 在國中的時候 他同才的力量衍生過父母 很重大 你知道嗎 因為那是他的朋友 很好很好的朋友 他給信任的朋友 我不能言而無信 那我就跟他講說 那你要答應我 就是第一個 爸爸來嘗試跟媽媽溝通 第二個 我們要了解那個環境 你要讓我們放心 第三個 爸爸嘗試跟媽媽溝通 可是不一定能夠說服媽媽 我盡力 這樣子 他答應了 我說我盡力 他答應了 最後我上去跟我太太溝通 我太太也答應 也有條件就是 我們開車載著她 到那個地方去 後來那一天 禮拜天 真的到那個地方去了 一個小子去旁邊 兩個人在對面 不是 真的去 我太太就進去看 然後發現那個環境是OK的 但是事實上 那是我女兒 你看到一個國中公司 因為她要求要穿半高跟鞋 她從來沒有穿過那個半高跟鞋 五個小時起水泡了 然後盤子非常重了 然後腰痠背痛的 然後賺了幾百塊錢而已 但是對她人生來講 她沒有失信 她又有所嘗試 你處理得很好 對 我覺得這樣很好 然後後來從那時候開始 因為我真的不曉得 她跟別人去 對 所以你又了解了 你又把你心裡面的那個 陰影跟危險都放下了 然後你又讓她 等於說她可以嘗試達到她了 然後她才發現說 原來這麼辛苦 有一種父母 真的也很擔心下來 所以不曉得她在幹嘛 對 就會偷看日記 哈哈哈哈 你看我這一集的那個 非常不好賺 會啦 其實很多人都會 其實我 我罵過她是不是 就因為那次是怎麼這樣 你知道 有的時候講起來 我就會想要掉眼淚 你知道我真的很不想哭 因為我大女兒 因為我在婚嘛 然後呢 我現在老公很愛她 很愛我的大女兒 可是問題是呢 她們之前好親喔 可是到國中以後 她也把她當仇人 你看親生的也是 好像都不理嘛對不對 她也不 就不再理我老公 你知道嗎 然後我老公 對她所有的溫柔 然後她都很排斥 你知道嗎 所以呢 因為我當時生我小的的時候 是徵求我老大同意的 可是後來呢 我發現她好像 她這樣開始很嫉妒妹妹 你知道嗎 她就覺得 然後我就覺得說 你現在所有的一切 是不是你心裡有結 可是這個結 我不知道在哪裡 我很焦慮 我希望我們把愛找回來 我們過去是很幸福的 所以後來我就去偷看她日記 結果後來我就發現 就國中的時候 結果後來我就發現 她就寫 果然不出我所料 第一件事情是說 她說 我們三個才像一家人 她覺得她很像外面 她像一個局外人 然後第二個是說 她用最強烈 和最難聽的字眼 形容我和我老公 我看了以後 我激進崩潰 你知道嗎 我發抖地跟我老公講說 你知道她寫什麼嗎 她怎麼講我們嗎 就沒想到我老公 那時候居然很穩定 她講說 小孩子滲怒之下寫的話 你也相信 然後她就說 滲怒之下 你滲怒之下也說要跟我離婚 但是我相信 你應該不是認真的 你知道嗎 所以她說你不要那麼在乎 就是說她講的這個 所以後來但是我知道 就是說 後來我就知道了 就是說她心有心結 因為我小時候 後來我就找她來談 我就發簡訊給她 我說 我今天做一件 對不起你的事情 我偷看了你的日記 但是裡面我看到了幾點 第一個是說 就是說你覺得我們才是一家人 第二件事情是說 你又很很強烈的字眼 罵我跟爸爸 好我就說 對於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們需要好好談談 然後後來我就跟她講說 你沒有改信這件事情 我說因為你的爸爸 非常非常的愛你 我說你的生父 非常非常的愛你 他死前要求我說 如果可不可以 還是跟她信 因為她知道說我很年輕 我可能會再婚 可是她是 人世間她想要記得她 所以她怕你會忘了她 可是我知道 沒有改信這件事情 對你來講 生活上造成很多困擾 生活上 因為等於是說 爸爸信一個信 然後小位信另外的信 對對對 雖然我就說 對你造成很多很多困擾 但是我說 你扪心自問 爸爸愛不愛你 我說現在這個爸爸愛不愛你 他公不公平 我說你不要 你不要就是因為 因為就是說 我們沒有寫緣 沒有寫緣 然後而懷疑我們對你的愛 我說這對他也不公平 對你爸爸也很不公平 然後後來有一次 就是那個我 又因為這件事情 我就 又因為我覺得他又不平衡了 我就 我又開始 不走悲情路線 我又開始發火了 我就說 不要再跟我講什麼寫緣了 我說有多少人養狗養貓 事如己出 它跟貓跟狗有寫緣關係嗎 你知道嗎 就是有些人養狗養貓 都是這樣 你這樣講算有休養 很多人講我不如養狗 不是啊 後來我就會覺得說 因為我們的家不一樣 你知道嗎 後來我就要跟他講 就是說 其實事實上 就算是兄弟姐妹 就算是一個爸一個罵聲的 就是我們 你現在要知道 你不要因為 你被一些事情蒙蔽了 然後我們所有的不開心 你都推到 就是說因為 你都推到那個 對啦 就推到 青春期 青春期的第一個懷疑就是 我一定不是他們親生的 所以他才會如此 所有青春期的小孩 都這樣 沒有 我跟你講 我有這樣的經驗 你辛苦了 用你新的 還是去上上親子課程 真的啊 青春期的小孩都是這樣 但是我還是覺得 我還是覺得不要 你太多辣 好啦 當然你就說 最好 就說不能看 可是已經看了嘛 金魚刀割嘛 對不對 慢慢有勇氣了 他看了還願意講 沒有 然後後來我就跟著我女兒講說 你安了 你接下來的那個日記 我都不可能再看了 因為我覺得震撼太大 他都不可能再看了 對啦 因為接下來他不可能 是這些真實的感覺啦 不會不會 我真的那個 但是我 因為我女兒很了解我 我這個 我嘴如我心 你知道嗎 就是說我真的講了 我就真的做到了 因為我覺得 後來我也跟他 但是 但是我還是要幫我自己平反一下 我真的不是那麼 在乎成績的人 我後來跟我女兒 為什麼會感情變好 我們現在是蠻好的 就是因為他發生了一件事情 而我的解決態度 讓他覺得 他覺得他誤會我了 原來我並不是一個 那麼在乎成績的事情 他在國中 國三要考高中那一年 我可不可以先查播一下 可以 血緣這事很重要 因為有一個小學生的作文 是這樣寫的 我跟你說 活桌到蚊子該怎麼辦 一 當然要養他 二 送他上學 三 給他買房子 四 幫他娶媳婦 五 幫他帶孩子 不然還能怎麼辦 畢竟他身上流的是你的血啊 小學生作文 血緣 好啦 這就哭不出來 這就哭不出來 因為有一天晚上啊 那時候已經要快考試了 然後我就 我發現他在棉被裡哭 那其實那時候我並不知道什麼事情 那我就把我自己人生做錯 就是做錯的事情 然後失敗的故事 然後什麼什麼都講給哈婷 然後突然呢 然後就把自己變成一個很 蠻糟的一個人 我們並不是強者 其實我們犯了很多錯 對 然後做了很多蠢事 因為我要借我自己的蠢 然後讓他知道 他講什麼話都不會嚇到我 因為應該不會比我更蠢 你知道嗎 然後所以後來他在解開心房 然後他就跟我講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那時候他講說 他發現他以前以為我是一個很在乎成績的媽媽 你知道他發現他改觀了 你知道我就說 念不下就不要念 我們去睡覺 然後我說想哭就哭 然後你真的不想念的話 我們去運動 你知道嗎 然後後來那段時間 他又一下子想開 一下又想不開 我就說人生都是這樣 我覺得很多事情 我包括到我這個年紀 我都是一下想開了 一下又想不開了 想不開了 但什麼年紀都一樣 對 所以後來我就 其實他現在跟小孩子的關係 其實很好 對 他不是一個就是大家 他講的就是那麼餓的媽媽 對啊 我已經休… 你有沒有發現 明信你們發現是因為 是因為你跟孩子站在一起 對不對 你跟孩子站在一起以後 其實站在一起之後 那個節就打開了 你會不會看日記 我跟你講其實我覺得 我會啊 像我兒子現在五年級嘛 他床頭會被小 請告訴我 你會啊 這個星期是怎樣的星期 沒有 我是無意間 真的 然後就繼續看著他 無意間就算是了事了 你都沒有懺悔吧 大家都是不小心的 幫他換那個床被單的時候 他日記掉下來 看到一個小冊子 然後撿起來 就… 他現在是小日記 就稍微看了兩頁 稍微看了兩頁 看兩頁嗎 但我跟你講 摸著兩頁說只有兩頁嗎 因為他只寫了兩頁 小男生嘛 可是我老實講 我真的沒什麼感覺 他裡面全部都罵我啊 兩頁都罵我 但是你要注意喔 其實你會發現孩子 如果他有寫日記習慣 大部分喔 是心情不好才寫 他心情好的時候 他不會寫 因為他需要發現 所以我覺得很好啊 你看兩個月才寫了兩頁 他怎麼罵你 他就類似說我媽很可惡啊 你很討厭 你很火 反正就罵我嘛 看完之後我就笑一笑就把他收起來 說我至今沒提起過這件事 因為其實我後來 原來你提了 因為我跟你講 沒有跟他比過 因為其實我自己回說 我自己青春期的時候 我媽很愛看我日記 討厭 對 然後他 而且最討厭的是 他每次看完他就要罵我 比如說他看到我做了什麼事 或者我在裡面抱怨什麼 他就會罵我 那我就覺得 常常覺得很無辜啊 因為寫日記本來就是 心情的一種抒發嘛 你心情好你是不會寫的 你今天發生什麼好事 大概也不太會紀錄 都是不好的 我跟男朋友吵架或怎麼樣 那日記是很私密的 有時候會寫一些想像啦 或是怎麼樣 那我媽媽每次看完 他就會罵我 他就把所有事都當真的 我就覺得很怨 我問你 你媽媽如果 你常常 她媽媽常常看你的日記嗎 因為 那你在寫日記的時候 會有機會嗎 我跟你講 因為我媽媽是這樣 就是我們沒有住在一起 我是住台北 所以後來我當然就知道 我就會把日記藏起來 寫成兩本日記 我沒有寫到兩本啊 沒有啦 我會把他藏起來 媽媽是在幫你換床 不小心看到兩頁 沒有 因為我媽媽 不小心看到兩頁 對 我那個時候很大 我那是大學了好不好 就是因為我媽媽 是因為沒有跟我們住在一起 她想要知道我在做什麼 我覺得 我跟你講 如果青春期過去小孩就正常 我跟你講 You are so lucky 對 沒錯 這到41歲了 對 沒錯 可是那個都已經是 我覺得狀況很差了 這都已經41歲了 是很差的狀況 所以如果青春期的叛逆 是不是也要好好處理 否則這一路往下走 沒過就沒過 沒過就沒過 因為有的父母的遠遠面 這個 這是一個 這個新聞是大家 我最近看過這種青春 我最心酸的 心酸 為什麼 沒錯 他還給他點了一支煙 這是什麼一個心情 對 這是什麼心情 我覺得青春期 那種叛逆 就像年紀大的 那種跟年期一樣 就是那個身體跟人生的 在巨變的時候 我告訴你那個情緒是很大的 對 而且在這個時候 爸爸媽媽又希望 整個社會又希望給他們 教育 找到一個好的成績 然後找到一個好的未來 就在這個時候 又用力的施壓 我告訴你 而且你知道青春期 還有一個是 童年裡的小孩 兩個 這麼快要崩潰 其實我覺得 像我在演講 或是什麼的狀況 其實我覺得大部分 青春期的衝突 在台灣來講 其實都是跟課業有關 幾乎所有 就是你生活中的那種緊張 那種忙碌 或者是小事情 其實累積都是因為後面 你沒有時間做功課了 你後面壓縮的 沒有我覺得 我覺得台灣的所有衝突 最主要的原因 是來自於什麼 就是所有的溝通 都是不耐煩的 對 因為沒有時間 就是不耐煩的 溝通的方式 就是任何一個小時 就變成大事 但是我最後要提醒 真的 所以其實 一個不我 沒有我覺得 跟爸爸媽媽 你跟孩子的溝通 你就是情緒在前面 對 就是這個情緒就是任何人 那個嘴臉 我告訴你 沒有連大人都不會買單 不要說叫小孩子 真的一點點 兩個小孩吃早餐 米娜吃 然後米娜吃香腸 好 好啦 許昌德大師 有關於親子問題 有什麼要說的嗎 我建議 用一個改善的方式 來看親子關係 你知道 我覺得 每次出現問題的時候 不要去解決問題 是 先把和諧的關係 找回 先把情緒處理 先把和諧的關係 譬如說 我也常常會對我女兒 現在親子女 潘映奇的表情 只要抓狂 那抓狂的方式譬如說 你就回到家 已經不打擾他 只跟他說 咦叮噹 只這樣碰一下而已 對啊 沒有也不回應 就 你說 有時候會不會抓狂 可是對我來講 我的方式怎樣 我跟你講 我每次這樣 我就離開 對不起 我就走了 就是 我要想辦法在他心中 累積我不打擾你的印象 因為我這樣 我以後才有得跟你溝通 因為你的壓力 四面八方已經讓你很不耐煩 所以你現在對誰做是有敵意的 那我希望說 我至少扮演一個就是說 在你的生命中 可以透透氣的人 就是 我不會再給你施壓了 我會非常尊重你 對 然後可是 我覺得有兩件事 我絕對不做 就是我不要介入你的生活 就是 你的事情 我可能不要像其他的爸爸媽媽一樣 就那麼操心在你身上 就是 我希望是 你自己去整理自己的秩序 然後 然後頂多我告訴你 我的一些 面對事情的態度 比如說 我覺得我最常要 最刻意 要教他的方式就是 遇到事情的時候 有沒有辦法幽默一對 如果我又想要點子的時候 我就會告訴他 我這個方法 我用這樣的方法 你看看 你覺得好不好 就是他就會點滴在心頭 他就會覺得說 有一股力量進來 就說 我們處理這個事情了 任何事情的時候 不要再用情緒了 不要再用吼叫了 不要再告訴你的壓力 我的壓力 我們分不清楚 我們的壓力已經都綁在一起了 我們現在想辦法輕鬆一點 等一下補充 我要補充點 就是說 後來我發現我跟我女兒 最有效的溝通 就是 站在同理她 因為她最近又要考大學了 你知道她壓力很大 因為她那個 然後那天我就跟她一起在校園裡面 一直走路 我就說不想念書 我們就走走吧 然後後來我就說 她說好煩喔 我又開始念不下去了 然後我就說 我覺得你好辛苦 我說你看我更年期 你青春期 我說我們都是荷爾蒙失調 那今天也是真的 你真的要講這樣 我說我們都是荷爾蒙失調 我說荷爾蒙失調的話 需要什麼 需要休息和運動 你現在需要的是 也是休息和運動 可是你卻要念那麼多 很煩很雜的書 然後我說但是問題是 我覺得這個聯考這件事情 不只是煩而已 我說它還有很多價值和意義在 我說因為你知道嗎 這是你人生的一個大關卡 然後因為 你不想念也要念 不能忍也要忍 然後所以 當你過了這一關之後 我說你的人生 以後還是會有這種關卡 就是說 你要勉強自己 我要勉強自己 改一個報告出來 我勉強自己 應付老闆的需求 你現在可以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在更年期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自己是一個 很唷叨 十十年的媽媽 我盡量 你絕對是會暴怒 我會很容易暴怒 坦白講 所以其實是荷爾蒙改變 對 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意思是說 如果你是荷爾蒙改變 你會這樣 你為什麼不想想 我們的小孩子 其實也是荷爾蒙改變 對 所以我才跟他講說 你很辛苦 我很辛苦 你也很辛苦 我理解你 然後後來我就發現 當一個小孩子 知道你愛他的時候 他會努力 他知道你要什麼 他會努力 當他看到他爸爸那麼高興 為他高興的時候 他發現他真是愛我 他真的是很以我為榮 你知道嗎 所以後來沒想到 最後的現在這幾個月 他就開始比較像樣的在念書了 你知道嗎 所以我後來就覺得說 親愛的父母們 就是說當你不知道 跟你女兒怎麼相處 跟你兒子怎麼相處的話 先把愛找回來 先讓 重點不是你愛他喔 而是你讓他覺得 他被愛 他被愛 如果他有被愛的感覺 他也會符合你 他會知道你 你的 你的什麼東西 他都會想要配合 連續去第265集 就是要洗記訣 這個 其實冰心剛剛所講的 很重 一個很重點就是說 其實就是讓他知道 我愛你 但是 不是我愛你 所以你要怎樣怎樣 或是我愛你 所以你不能這樣這樣這樣 不是不是不是 所以有時候 我都 不是說多了不起 跟孩子們相處啦 但我會比較喜歡 人家講的一句話就是 你要把你的高度 降到跟孩子一樣的高度 你知道嗎 站在一樣的高度 然後不要 然後要用讚美去取代 折罰 為什麼 沒有人希望被罵 你知道嗎 用讚美 有一個人 為了一個 女兒跟他講 我就是考得很好 你一個 你一個態度而已 沒有很高興對不對 沒有很讚美 他就 心裡就受到挫折 你知道嗎 如果你讚美他 人都需要讚美的 不管你是青春期還是更年期 都一樣 人都需要讚美 你用讚美來取代折罰 我覺得 千萬不要再用那個什麼 你大哥他不能用 你的那個智慧型手機沒收 你不要 我們在台灣已經發生三期 因為這樣去 你沒收手機去 千萬不要用這種 因為他會 你現在的孩子們 LINE啊 臉書來什麼東西 他不會因為你沒收 他就不用了 他會外面跟別人在一起 我覺得孩子對爸爸媽媽 用沒收你手機 最不耐煩的一個 真是說 哇 你為了要達到你的目的 都是用我的痛處來押 對 就是這個 就是來講說 重處罰這種方式來講 就是說 我告訴你那是裂痕 對 所以我一直說 我覺得台灣大部分的家長 其實拿掉課業之後 其實剩下衝突是很少的 就是拿掉課業壓力之後 像我們其實很明顯 因為我們轉到宜蘭去 我們到了一個沒有考試 沒有家庭作業的學校之後 其實這一年多來 幾乎沒有衝突 很讚啊 對 就沒有衝突 沒有衝突 你知道嗎 沒有衝突也不行喔 我女兒前兩天跟學校老師 真的 他跟學校老師抱怨 他覺得我不夠關心他 為什麼 因為他都沒有問題啊 比如說他要跟我說 媽 我要去成品 我說好啊 他下個月 六月二十三號 他們就要去日本自助旅行 孩子自己去 我說好啊 非常好啊 他就後來跟老師抱怨 說我媽 什麼都好啊 他不關心我 你知道嗎 所以青春節孩子有時候 那個鬆緊 這樣也不行 爛也不行 後來他回來我就問他 這是甜蜜的抱怨 對 我就跟他說 你為什麼這麼 你為什麼會覺得媽媽 不夠關心你 他說也沒有啦 就是因為你好像 什麼都說好啊 都沒有問題這樣 我說那是因為我信任你 好 那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 我們應該回得過頭來想 課業壓力 課業到底是誰的 你會唷叨嗎 其實我不大會 所以他才會覺得 我不夠關心他 那課業其實在我看來 課業是他的 所以他考得好 他考得不好 他將來要面男的學校 那是他的事情 我們做家長的在旁邊 你只要支持他就好 其實我覺得 最終回到根本 如果我們把課業的期待拿掉 你跟你的孩子其實是沒有問題 但是我覺得 做生日要看小孩 有的小孩是 主見很強 對 有的小孩真的是不知道怎麼辦 那你又說尊重他 他就更符 所以更不知道怎麼辦 有 這種小孩你要幫他一點 更無所自從 對孩子們絕對不能力敵 要用自取 你知道嗎 對 重點是孩子就是比你有智慧 那你就要更精準 你要相信孩子 我把大人看得那麼清楚 對 我也知道 我沒有辦法講我 只是到說後來那個班友前面 在他們公司做他的特劇做兩次 不要調不清 對 終於已經到了